多棒的是全球进行事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进行事 我是叫方杰 为您整理这一周的国际大事 首先要来看到的是动乱的部分 泰国反对派从这个星期一开始 发起了曼谷封城的行动 瘫痪了首都齐大路口 要迫使总理迎拉下台 而抗议群众漏夜在各个重要的路口 搭起帐篷 准备要跟政府展开长期抗战 所以目前全球已经有45个国家 针对泰国发布了旅游警示 而台湾维持在黄色的警示灯口 旅行社还是照样出团 当地的旅游业者说 示威群众占领了重要路段 像是很多大家会去的景点 像是大皇宫跟购物商场 都是在示威祭典附近 所以旅游行程已经严重受到影响 倒数计时的音乐声响起 抗议群众准备好了 他们前一天从泰国各地 往首都曼谷集结 要用人海战术封锁曼谷城 从空中往下开 乱头钻洞 密密麻麻的群众 占据了重要路口和广场 马路上车子动弹不得 台湾旅行团的行程也受影响 反对派封锁的七个路口 都是重要的交通要冲 其中四面佛 卧佛寺和大皇宫都在示威范围之内 游览车动弹不得 只能用接驳的方式狼狈前进 全球有45个国家 已经对泰国发布旅游警告 但台湾还是维持在黄色警戒 旅行团照样出团 只是提醒旅客 提高警觉 这次反对派发起的封锁 曼谷城行动 占据了七大主要路口 他们扬言要瘫痪政府 主要目的就是要总理迎拉下台 政府则是出动两万名军警 维持秩序 微笑之都曼谷变成了愤怒之都 反对派打算长期抗争 但财经和观光业较苦连天 泰铢这几天 已经贬值到近四年来最低点 曼谷的交通平常已经很塞 现在更是完全行不得也 这场政治危机 何时才能够落幕 还很难说 但可以确定的是 时间拖得越久 泰国的经济受伤越重 TV辩计新闻 最后报道 而有一名北韩的政府官员 冒着生命危险 偷拍下了在北韩生活的真实景象 画面中很多小朋友流浪街头 他们以乞讨为生 衣服破乱不堪 得随意的躺卧在街头上 这名官员把画面偷印出镜 现在美国公共电视网 要完整播出这些影像 让世人了解 真正在北韩的生活情况 小朋友的脸当道不息 衣服是破烂不堪 这些偷拍的画面 从北韩偷偷地传出来 呈现真实的悲惨情况 小孩随意躺睡在路边 街头到处可以看到小朋友游荡 这个黑脸的幼童 鼻子挂着两条鼻涕 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过脸了 对着衣着鼻挺的北韩军人 更是格外讽刺 衣服破到不能再破 茄子完全不合脚 为了活下去 这些流浪小孩 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 食物再脏 为了活下去 也只能吞下肚子 又是打马 又是蒙黑 声音还经过了变造 就是不想被认出身份 偷拍下画面的北韩官员 冒着生命的危险 要让外头事件 了解北韩的情况 北韩在90年代 发生过饥荒 超过了百万民众饿死 到现在 还是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老百姓 每天都吃不饱 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很难想象 北韩父母究竟有多无奈 才狠心让怀胎十月的儿女流浪起时 真实北韩生活画面曝光 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特别新闻重报道 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 很多人能够出国 或是到处走走 真的很幸福 不过现代人因为生活 讲究慢活 所以旅游也强调要漫游 日本九州推出了 四天三夜的铁道之旅 搭乘豪华的请台式列车 饱览沿途的美景 不过一个人要价55万日元 就相当于台币16万了 并不便宜 另外九州还有美食列车 从雄本开到鹿尔岛 三个小时的车程 能够爽美景 还能够品尝用当地食材 制作的菜肴 成为了一种新的旅游行事 小朋友伸长脖子 还有更多人拿出相机 手机 凌晨五点钟 顶着风寒 就为了捕捉这个画面 一列火车 缓缓使劲雄本的阿蘇火车站 但这可不是普通的火车 而是豪华的七星列车 这列酒红色的火车 是内装豪华的 醒台式列车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卧铺列车 这在现今 讲求高速效率的交通运输中 已经非常少见了 然而随着漫国概念 越来越流行 漫游也成了新兴的旅游形式 列车锁到之处 民众夹到欢迎 但想大气行列车 饱晚九州美景 花费可不便宜 一个人要55万日元 相当于台币16万 如果光看风景嫌无聊 九州还有另一种选择 那就是搭乘这列名叫 橘子食堂列车 这列车从熊本一路开到鹿尔岛 总长120公里 车程三小时 最大特色就是一边少美景 一边还有美食可以吃 像是今天的前菜 就是当季食书 煮菜则是红九炖黑猪肉 什么都不要想 认真吃专心玩 真的是一大享受 而且列车途中 才会停靠部分车站 让旅客下车到处逛逛 买土产 观光列车改变经营模式 乘客回流 收入比以往多20% 看准漫游商机 也有汤务业者 主打只要连续住三天 就有折扣 虽然被生活步调急促的日本人 能否吸引民众不得而知 但漫游已经成为 不可抵挡的新旅游形式 体育电子新闻 英伟哲卓民商 综合报导 而过去说到赌城 大家都先想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不过现在澳门 比拉斯维加斯更会赚钱了 2013年澳门博彩营收成长了18.6% 达到452亿美元 足足是拉斯维加斯的七倍之多 而因为博弈事业赚了很多钱 所以现在澳门政府 决定要利用这些赌场 丰厚的税收 开始进行澳门新文化改造运动 这里是澳门 只醉金迷的欲望之城 博弈事业在这里大鸣大放 区内六个赌场 在2013年的营收成长了18.6% 达到了452亿美元 是竞争对手拉斯维加斯的七倍 来自中国大陆 有钱又赌性坚强的大户 造就了澳门的荣景 澳门前烟角木 但现在当局决定 要利用这些丰厚的税收进行文化改造 澳门可不只有大三八牌坊 走进小巷弄 你可以看到建筑之美 超过百年历史 有浓厚葡萄牙风格的老建筑 色彩丰富 很有味道 像是这栋黄色的建筑物 在50年代是一所学校 内部有些地方已经残破不堪 当局决定重新整修 把它变成一座文化电影院 不只是老建筑 澳门也开始推动文化产业 找来土生土长的导演 把澳门的大城小市 奔上大一幕 增加了丰富的文化感 为亚洲赌城多添加一点人文气息 这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文化体验 TVB新闻 最后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神秘的尼泊尔 这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千年古国 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尤其在偏远的山区 营养不良或是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 是很普遍的 台湾世界展望会在尼泊尔成立了计划区 帮助生活极度匮乏的孩子们 不过当我们的记者跟着代言人黑人和范范 一起出发之后才发现 所谓的偏远真的不是形容词 因为光是交通足足花掉了两整天的时间 从台北到尼泊尔 地图上这条线看起来很近 实际上却很遥远 你得先在香港转移 在中转孟加拉 抵达首都加德满东时 已经接近午夜 距离我们从台北的突发时间 整整十二个小时 但我们离目的地 萨迦玛塔 还有好几百公里的路 沉甸甸的行李 网车顶堆 天才蒙蒙亮 就得赶路 如果天气不好 小飞机无法起飞 那就得搭长途巴士 翻山越岭十多个小时 幸好最后一刻 老天爷帮忙 云开了 不散了 空姐发棉花 让你塞住耳朵防噪音 从小飞机往外看 在云雾间的这一排白矮矮的山头 就是当地的圣山 喜马拉雅山 这个国家也许很贫穷 不过你看得到 它的自然景观 却是超级丰富 很多人翻山越岭 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这样的自然奇迹 但我们的目的 显然不同 搭吉普车 在曲折颠覆的山路 一路往前行 整整两个半小时 途中想上厕所 就只能就地解决 我觉得男生还好 男生就很自在 女生就麻烦了 你刚刚不是也去 我女生比较辛苦了 然后范范现在在 刚她发现的VIP区 应该问你VIP怎么样 所谓的VIP在那里 由经纪人把风 范范正在另一边的山头解放 平常养尊处优的女艺人 来到这里也要入境谁俗 心里都有准备 可是就是想说 以我那个 我是那个天涯歌女 那个忍尿的功力 自己也觉得还蛮厉害的 那今天因为是两个半小时车程 他上次那个四个小时我也有忍耐 之前在阿富汗的时候 我们上厕所是 因为两边的路不行 只有路跟路 车子跟车子中间 要这样蹲在中间上厕所 所以那个也很恐怖 大家都有心理准备 在这个物资极度缺乏的地方 吃得住的都不可能随心所欲 城市里的一切便利 必须忘记 譬如晚上洗澡没有热水 昨天洗冷水澡 因为这边日夜温差比较大 那那个时候真的心脏也快停止 不过我觉得今天来这边感受一下 其实洗冷水澡也是一种幸福 会说洗冷水澡也是一种幸福 是因为这条渠道还没有成功饮水之前 这里的孩子一年只能洗一次澡 比较之下 这短短六天的不便利 真的不算什么 花了整整两天 才抵达了东古代普尔计划区 台湾人的爱心即将在这里发芽 就像西藏一样 在尼泊尔他们也用是哈达还有花圈来向外人祈福 对于台湾来的帮助 他们感谢在心里 以上是TVBS记者 前一军班马旺家 我们在尼泊尔所做的采访报道 尼泊尔的民众平均收入是700块美元 也就是一整年只赚了两万多元的台币 将近一半的人都生活在贫穷线下 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去看 台湾人资助的爱心 如何改变了在偏远地区儿童的生活 车子行驶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 颠得让人犯未想吐 徒步越过高高低低的山路 这里是尼泊尔东部接近印度的区域 小女孩额头上点着红点 到处看得到穿着印度服装的妇女 尼泊尔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他们的年平均收入只有700块美元 大约是台币两万一 而有40%的人到现在还生活在贫穷线下 很多人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 所以世界展望会在这里工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很帮助居民来饲养这些羊汁 来改善他们的生计 别以为养羊谁都会 为了帮助他们多增加收入 世界展望会的工作人员 先帮忙买小羊 教他们繁殖 当然这些都是经过评估一代原主的家庭 台湾的小朋友很难想象 他们是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进来呢 我的左手边就是他们的厨房 然后呢 要顺着这个阶梯往上走上去 就是他们的卧房 不过这阶梯真的非常的难爬 你看 他其实是整棵木头雕刻而成的 我要爬上去相当的困难也很危险 其实你看到像这样子有这个裂缝啊 像军列的痕迹 他其实是用土壶的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在楼上啊 其实有一点危险 他随时都有可能会垮 他的这个卧房在这里 一家有五口人就睡在这里 一些人是睡在地上 不过你要知道在尼泊尔这个季节 晚上的温度可能接近两度 甚至只有一度 睡在这里其实非常的冷 家徒四壁 能够让孩子上学 那真的是万幸 教室里头什么都没有 学生只能趴在地上写字 老师也只能在地上批改作业 十分克难 在这里一个老师一个月的薪水 只有五到六百块钱台币 他们连黑板也买不起 尽管生活艰辛 但每家每妇的孩子却不少 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医疗资源 这个卫生所是附近唯一的产房 这里设备简单 但如果住得远 还是得走十个多小时的山路 才能抵达 就有产妇因为路途太遥远 半途失血死亡 一失两命 因为台湾人的爱 这一切才被建立了起来 也许你不认识他们 但孩子们用笑容 回应了这份飘洋过海的温暖 TB是新闻斑马旺家前一军 在尼泊尔的采访报道 而汽车界的年度盛世 具有百年历史的北美底特律汽车展 也在这个星期登场了 由于是新年度的第一个汽车盛会 所以各大车厂都摩拳擦掌的球表现 德国宾市趁机发表了 主力车款之一的全新C-Class轿车 日本的林志推出了 比美双B的性能跑车 连女性最爱的迷尼Coopers 也有性能概念车亮相 吸引了车迷的目光 2014年刚开始 第一场的国际汽车盛会上场 百年历史的底特律汽车大展 正是两项 业界跟车迷都很期待 因为新年度的汽车业 第一个增高下的舞台 就是底特律的汽车展 发表会现场挤到大批媒体 可不是为了听歌手唱歌 全都是为了他而来 冰市发表全新改款的 W205 C-Class车种 仿佛是旗舰车款 S-Class的缩小版 上一代C-Class全球销售了 50万辆 占了冰市每年销售的 三成比重 是冰市的主力车款之一 冰市很重视 趁着车展发表 要吸引目光 刚号机的休旅车 GLA45 AMG 也选在车展亮相 外形呛蜡 目标锁定了年轻族群 XS发表了性能跑车 充满肌肉线条的进气霸 闪电造型LED日行灯 锁定的是双P的性能车款 同样很吸睛 女性车主很难拒绝的 Mini Cooper 全新的F56车款 车身放大 保留了原本的英式经典 温远的车灯 依旧散发出可爱气息 可爱的Mini 也有强悍的性能概念车款 从排气管到进气霸 造型已经很成熟 随时可以量产 被认为是这回车展 最酷炫的概念车种之一 各大车厂摩拳擦掌 要在底特律汽车展 抢进车迷的目光 特律新闻造报道 摩拳擦掌 所以可以想见 今年的车市是值得期待的 将近统计 2013年美国新车销售 1560万辆 16年来第一次突破了 1500万辆 到了2014年 更上开1600万辆 所以今年的底特律车展 各家车商 友之一同看好奢华的跑车市场 从丰田通用 再到韩系的奇亚汽车 都推出了超跑概念车 希望既有跑车的换车潮 带动汽车销量 比特律车展 2014美国汽车业的新希望 根据统计 2013美国新车销售 1560万辆 年增率7.6% 更是六年来 首度突破了1500万辆 丰田更是预测 2014美国可以卖出 1600万辆 各家厂商押宝在跑车 看看LA的街头就知道 转角没遇到爱 先看到跑车 车上调查 30岁到40岁 有经济能力的白领 是跑车的最大潜在买家 年年换新车 非难事 风田的FT1概念 跑车首度亮相 火红的线条 展现出强而有力的肌肉感 搭配伸缩尾翼 跳脱遗忘 中规中矩的形象 换了首位女CEO 上阵的通用汽车 推出雪佛安 Corvet系列跑车 采用与专业赛车 相同的引擎 高速行驶 仍保持稳定 Kia推出概念跑车 GT4 Stinger 外形亮眼 前置后驱架构 再加上盛程的价格战 韩系车款 也想吃下跑车市场 十多家车商 推出至少50款的新车 2014 比特律车站 要帮助汽车支撑 走出低潮 TV月新闻 综合报道 另一种很夯的车 要来看到的是单车 黄发自由赛是车手的最高殿堂 也是各家自行车厂 想曝光的好机会 最近两届的冠军车手 都使用了同一间意大利品牌的车 他们所研发的不对称车架 让车手操控车子更稳定 而使用的日本贪行为 让车身900公克 两只手指头就能够抬起来了 而且呢 这个车子跟台湾有关系 因为这个厂牌的车 有三分之二 都是请台湾代工的 自行车界的梦幻艺品 意大利品牌皮纳瑞罗 也许两年 在环发自由车赛 大放异彩 得到冠军的车手 都用它当比赛用车 冠军自行车和台湾 颇有渊源 皮纳瑞罗 年产量35000辆公路车 提供2万辆请台湾代工 才只选用日本碳纤维 只有这个手工烤漆的最后步骤 坚持由意大利老师傅完成 皮纳瑞罗创办人 是职业车手出身 因此设计上 除了风格流行 更重视车手 骑车时的顺畅度 他们研发的不对称车架 加强右侧 让车手操控车子更加稳定 整辆车只有900公克 用两只手指头 就能抬起来 品牌第二代接班人 不骑车的时候 不骑车的时候 就是骑赛格威巡视工厂 他接下家业当时 只是个25岁小伙子 26年过去 家族品牌在单车界 占有一席之地 车厂老师傅还珍藏着 当年第五届环发冠军安杜兰 设设计的手绘图 它是不同的 它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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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大股脂肪 所以我们必须 建设一个大股脂肪 为它能够 在位置 走过62个年头 意大利工艺 结合日本原料 和台湾技术 混血产制的冠军自行车 将继续在 环发自由车赛道上 发光发热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不过在这么多种 类型的车子里面 开跑车 绝对是很多人的梦想 大家想要驾驭跑车 得有专业技术 所以意大利跑车法拉利 在德州 开设了全美国第一间 跑车驾训班 教练是在全新的 F1赛道上课 两天的课程 就要台币40万元 从怎么样踩油门 开始交 Ferrari is exciting looking You get the sound You get the handling But it's even more exciting to drive 有钱买得起 法拉利跑车 但有钱没技术 恐怕可惜了 跑车价值 就是担心有这样的车主 法拉利首创全美 第一个驾训班 请来专业教练指导 如何驾驭跑车 两天课程要价 13500元美金 折合40万台币 18位法拉利车主 抢先体验 把车主当做没开过车的初学者 从如何正确坐在驾驶座 如何踩油门 踩刹车 按照步骤 从头交起 教室为在全新的得重F1赛道 用来教学的车子也不随便 每一部都是驾驶百万台币的 法拉利系列跑车 类似这样的跑车课程 另一间大厂蓝宝坚尼也有开车 但毕竟车主们不是专业赛车手 跑车课程不是教大家玩命 只是教你如何好好驾驭有钱人的玩具 安全上路还是第一优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有情人的玩具里头呢 车还不是最贵的 还有人玩飞机 海莱坞明星 约翰西富塔是出了名的飞机控 他不但爱飞机 还开过11种飞机 他自己购买的 拥有的波音707客机 就停在自家的后院 所以他在美国佛州的豪宅 特别设计了两个停机坪 让他走到自己家的后院 就可以开飞机 70年代 以周末夜狂热走红的 约翰西富塔 除了演技精证 他开飞机的技术 也是好莱坞出名 拥有飞行执照 开过10种飞机 这一架波音707客机 就是约翰西富塔的飞机 为了停放心爱的宝贝 约翰西富塔在美国佛州 奥卡拉的豪宅 经过特别设计 白色豪宅的两边 各有一个停机坪 换个角度看 停机坪就跟专属飞机跑道连结 随时能够起飞 全世界跑透透 抄袭飞机迷的约翰西富塔 连坐在客厅里 都要看到飞机 无理也摆放飞机模型 爱开飞机的约翰西富塔 因此成了奥航的 最假代言人 乔乔可以看到 他已经长装现身 约翰西富塔出门 不是开车 而是开飞机 还算是苦乐附近邻居 感谢贺出兵 忍受飞机哨音 约翰西富塔自己都承认 奢华的住宅有家 找到相互包容的邻居 无价 TBB新闻综合报道 不是每个人都能开飞机 还是在生活里面寻找一些小确幸 像是喝杯酒 最快的时候呢 大家也很多时候会喝啤酒 不过这几年啤酒 在日本的销量逐年下滑 到去年新月底统计 已经创下九年来 出货量的新低了 所以啤酒大厂纷纷响花招 其中就强调了特定酿造 风味更华盛的 顶级白金啤酒 这是日本女星松岛蔡蔡子 这是日本男星相娶圣舞 还有福山雅志 这些当红的日本明星 不约而同再延的 都是日本顶级的白金啤酒 不论尾牙还是春酒 只要是聚会都少不了的啤酒 最近在日本出现 前所未有的销售危机 就怕喝啤酒的人 在大量流失 业者纷纷改走高价路线 推出特别酿造 号称口感 更华顺的顶级白金啤酒 有的业者甚至把 原本过年限定的顶级啤酒 改成全年伴售 就是要刺激买气 一般传统罐装啤酒 350毫升 售价220日元 而顶级白金啤酒 同样容量 大约贵30到50日元 但顶级啤酒的销量 却比往年增加7% 这和日本景气转好 大有关联 也有业者开放网络 要网友从类型 浓度 香气 苦涩等项目 选出最佳啤酒 最后有一万七千人 参加票选 业者也依照网友的口味 调出浓郁香气的麦酒 还大方 但适合会 不论是走高价路线 或是直接采纳 消费者的意见 随着景气复苏 日本啤酒业者的竞争 也趋向百热化 7月BS新闻 接下来关心医疗方面的讯息 一般人头痛感冒 都会买成药 然而市面上 各个厂牌的止痛感冒药 成分大多含有乙烯氨气氛 吃多了是会伤肝的 所以现在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发出警示 要求医生避免再给病人 开力每定超过 325毫克的剂量 而一般民众 也要避免混用 同样含有乙烯氨气氛的 不同药物 以免超过每天 4000毫克的上线 生病吃药 才能找回健康 不过药就是毒 吃多反而伤身 现在美国FDA 就正式针对市面上 常见的止痛药成分 以吸氨气氛 发出警示 FDA警告 一粒的分量 不得超过325毫克 以免伤肝 以吸氨气氛 是一种止痛 和退消药物 用来消除一般感冒头痛 筋痛 牙痛 和肌肉酸痛 知名的止痛成药品牌 Tylenol 泰诺也是美国一般家庭的常备药 它就是以乙烯氨气氛为主要成分 其实除了泰诺普拿藤 市面上大多数的综合感冒药 药和止痛药都含有以吸氨气氛 人体每天容忍的剂量上限是4000毫克 在建议剂量下使用大多安全无余 就怕民众会用药物以外服用过量 以吸氨气氛是美国人 罹患及性肝脏衰竭的主要原因 全美每年约有5.5到8万人 因为服用以吸氨气氛过量而就医 至少500人因此送命 以吸氨气氛剂量过高 或是和酒精一起下肚 经过肝脏代谢后 会产生有毒代谢物破坏肝脏细胞 有可能演变成猛暴性肝炎 急性肝肾衰竭 有致命危险 严重时得患肝才能活命 现在这类止痛药包装上都印有金语 民众最好看仔细 免得治好了头痛感冒 却伤了肝 人生从此变成黑白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如果说到健康 过去我们总觉得食物要吃新鲜 刚摘彩的 但是其实干燥香菇或是萝卜肝 可是营养学家眼中天然的补给品 因为食物在晒干的过程当中 阻外线会跟营养素起化学反应 让食物的营养价值更多 比方说萝卜肝就比萝卜 多了5.6倍的矿物质 含体量也高了12倍 厨房里的瓶瓶罐罐 装的全是干货 可别看干货 其貌不扬 在营养专家眼里 不管是晒干的香菇 或者是萝卜干 可都是营养的补给品 女方说晒过太阳的干燥香菇 紫外线会和麦角固醇产生化学作用 生成比一般香菇高出17倍的维他命D 营卜干和一般营卜相比 从货物质到铁的含量 也多出了好几倍 拿干货来调理 要怎么色 香 味 举全呢 教制这一碗萝卜干浓汤 做法其实很简单 先把萝卜干泡开 连同奶油 洋葱 白米一起炒熟 再倒进泡过萝卜干的水 用小火炖煮10分钟 最后放入果汁机 打成浓稠的白色浓汤 这一碗可是有预防糖尿病的效果 如果要煮意大利面呢 昆布 香菇 番茄干和意大利面 一起倒进锅里 加水煮到意大利面 软硬适中即可 一道道干货煮出来的美食 不止好吃好看 更能吃得营养健康 TVBS新闻 很多海底的生物会发光 是因为他们体内存在一种 荧光蛋白质 而现在这种荧光蛋白质 已经在医学界掀起了一股荧光革命 在CT扫描中 发出微弱亮光的大脑神经元 这是日本医学界 荧光革命的成果 荧光革命 不只能用在CT扫描 就连抗癌治疗也能派上用场 在荧光蛋白质的辅助下 癌细胞如何在短短十天之内 被破坏瓦解 一目了然 这一波医学界的荧光革命 起始于2008年的 诺贝尔化学奖 日本科学家夏春修 从水晶水母中 找到了存在动物体内的 荧光蛋白质 说明了海底生物 自行发光的科学证据 海底生物 究竟有哪些会发光呢 我们跟着NHK的镜头 一起前进海底 一探究竟 拍摄时间选在傍晚 摄影师利用紫外线灯探照 让生物发出耀眼光芒 在水中摇曳生姿的葵珊湖 还有千手柏珊湖 都是发光生物的主角 不过最让人意外的 倒是长得一点也不起眼的 这门匪梨 在水中闪闪发光 倒也不是所有生物都会发光 像是在水中 呈现一团灰的狮子鱼 还有躲在岩石缝里的章鱼 都没有发光的本事 不过在紫外线灯下的海底世界 闪耀出阵阵光芒的发光生物 或许隐藏着 推动人类医学大药剂的秘密 TVBS新闻 终合不斗 被称为日本新石神的先本争执 擅长利用当季的食材料理出四季的味道 它的餐厅联系三年 获得米其林最高的三星级荣誉 这里是东京六本目的龙银餐厅 43岁身兼老板的大厨山本忠志 是日本料理界的新石神 喝一口汤 立刻像有电流一般 流过全身 这一碗配色很美的汤 是山本忠志 利用螃蟹跟当季蔬菜 也溢出属于正月的热闹与兵分 日本料理的魅力 它最能掌握 山本忠志的餐厅 已经连续三年 获得米其林最高的三星级评价 涛客来到日本 都指明要吃他做的菜 把整尾香鱼烤熟 立起来端上桌 或是像这样 把琥珀色泽的乌鱼籽 和和豚白籽放在一起 这是视觉和味觉的最高境界 在菜单中就可以看见他的坚持 日本的丰美就蕴藏在餐具里 他深信日本丰富多样的食材 可以传递出大自然的四季之美 这一天他做出日本人都很熟悉的萝卜饭 把切定的萝卜放在饭上 再把绿色的萝卜叶 和香气十足的柚子皮 一起切成细末放在上头 色彩鲜艳 让人胃口大开 吃得到季节的味道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和精神 现在餐厅里也多了不少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徒 山本征制33岁创业 短短十年 他靠着创意和努力 把日本料理带进新的境界 称他是日本新食神 山本征制当之无愧 TVB新闻卓尼湘前一军 综合报道 中非的大象过去十年 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六十二 CNN实习盗猎几项 因为不法人士的盗猎象牙 让中非地区的大象 在过去十年来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六十二 美国CNN记者跟着生态警察 前进丛林追捕刑犯 CNN记者跟随这群生态警察队搭成快艇 因为他们掌握情报 在港国这处森林里 有人正在猎捕大象 寻着证据 生态警察继续追 突然枪声大作 生态警察和盗猎者展开丛林追逐站 跟在后头的CNN记者还差点追不上 不过这次的追捕 只抢下盗猎者的长枪 并没有逮到人 但行动并被无功而返 因为他们在盗猎者的船上发现 血淋淋的大象肉 还有橡皮跟一把斧头 很显然盗猎者是在追捕中 细传逃逸 事实上在中非刚果的森林 不法人士猎捕大象的事件 几乎天天上演 生态警察在车上搜到这只象牙戒指 让这两名大陆男子想赖也赖不掉 两名大陆男子声称 是来刚果这里承包修路工程 但在一个月之前 生态警察也查到两名持有象牙的大陆人 在刚果森林里 过去五年就有四千头大象遇害 等于一天有超过一桃大象被杀 中非地区的大象 十年来减少了62% 患旧原因是因为象牙 在黑市上依旧有高经济价值 对这些不法人士来说 这是他们的维生管道 但为了生存的同时 非洲的动物生态正悄悄被破坏 TV编子新闻 颜伟哲综合报道 我们会派到网友 沙发的网友 我们可以来派到网友 我们有三个人的邀请 感谢观看